主义作词 我母义舍即是 舍即是 功即是 舍即是 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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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事 已不如是 南無 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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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劫如來 真實意 願劫如來 真實意 各位法師 各位父法機師 大家好 我們 售詞經典有十種利益 以上 我們談到三種 现在讲到第四种利益 就是行于精进礼于身心 我们诵经受词经典 时常练经就是精进 那么常行精进学佛的人 他能学佛学法 当然他就不会懈怠 随时都很有抖擞 自己的身心 自己身心若是精进 那么一个精进的人 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可以看出来 很有精神 那么我们常常这样讲 我很拼命啊 我很用功的 对不对 那么你这么用功 看你的精神怎么不累啊 对不对 因为精进心的人 他只要稍微休息一下 他就恢复精神 他的精神集中嘛 他不是懒洋洋的那一类的 所以讲精进 所以讲精进就不会让人看出你身心疲劳的那个相貌 这是有功夫的人 你说我很忙 我早上啊 我早上几点就起来送金 一天送多少金 拜多少佛 练多少佛 我很忙 各位 如果你这样讲 一看起来就 你真的很忙 就不是精进 你是在赶路而已 精进就要代表你有定力 你很精进 你一天定你的功课 做多少 可是你还是老神在在呢 做什么事情呢 也不及不照呢 这一种才是精进 那么你如果精进的很 可是你里面很杂很乱 幻想纷飞 又是呢 急躁的不得了 你拿什么功夫啊 如果像你这么精进这样子 人家都吓跑了 所以讲 忙中没有忙下 代表你的功夫 第五点功德 就是修禅定乐 不乐定静 那么就是说 你真的有波罗智慧的人 你在修定力的时候 修禅定的快乐 你不会执着在 我告诉你哦 我现在要去打坐 我这个打坐下来 就要八九个小时哦 你们都不要吵我哦 各位 如果因为你执着在 酸腿盘起来坐下去 就一定要几个钟头 你才能坐到残业为时 那这个哪算是什么 真正的定力啊 有定力的人 他不会表现 他不会表现在酸腿上 随时随地都会定 因为心静就会定 心静静而获定 所以不一定你一个人躲在屋里面 没有人干扰 人家叫你 给你讲话 你都没有听到 你感觉很软 我正在残奏 有定力的人 说真的 这一点点干扰 干扰得你嘛 山崩地裂也干不了你啊 你知道吗 就算什么 定力就是定下来 定下来就是 不会受摇摆 所以各位 算是你工作之中 你不起烦恼 你就是有定力 定力 看一个人的行动外表 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定力 有定力的人 不会大小生的 而且走起路来 噼里啪啦的 又是半跑的 那种人都没有定力的人 你看走路不走 不好好走 走路用跑的 而且呢 讲话 噼里啪啦 好像在吵架 那种人都没有定力 那种人呢 真的有事情 他第一个伤害 因为他没定力 观察力 又没有 第一个受伤害的人 就是他 为什么 因为 没有定力的人 没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他会震下来 很镇静的 他就知道 危险性在哪一个角度 绝对不会向那个角度去冲呢 不受伤害的 所以修定 就是让你沉着气 不要每一件事情 看不惯就大小生 不要每一件事情 都是 别人不对 你对 那这种人 都不要谈定 也不要谈废 什么都没 这是叫我们 图经 送经 就是在这一点 你会送经 那么你经送完了 走出来以后 就大小生 那你算什么 就毁了 烧掉了 也没用 所以各位 小心自己的表现 看看自己的威仪 第六点功德 利益 就是 一切摩君 不得 搅乱 假如讲 你若是有波罗智慧的人 绝对不会受外界干扰 什么是摩君 各位 修行也好 在家也好 一律的摩君 是共同的敌人 就是什么 民 利 民 就是 民气 利 就是利益 我们修行 修得好好的 我们很有修 可是 一听到人家 讲的话 好像对你的名声不好 你就生气了 好像听起来 这个利益 对我来讲 有损失 你就不高兴了 所以声音 会透过你的耳朵 通知你的大脑 你看你现在 你的名利多差 各位 一干扰到你的大脑里面去 你 假如说有波罗智慧的人 合力讲起来 你听到这些语言 应该 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夸你一记 高兴 你得意忘形 对不对 那不高兴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都是磨的干扰 所以世间 喜怒哀乐 都是落在磨掌之中 我们一生之中 很认真的在打拼 你赞叹我几句也是应该的 我也不必高兴 就是合理的 我没有犯错 你骂我几句 骂也是多余的 我都没做 我心里面清清楚楚的 你不要听到别人称赞 你就说 对了 是不是在讲我 如果讲 人家说 不是讲你 你就很不高兴 如果听人家 在讲一些嫌疑嫌的话 你说 是不是在骂我 有没有 有关我的事 各位 你今天如果讲起来 有定力的 人家 他讲嫌疑跟你什么事 赞叹跟你什么事 就是骂你 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子 你有智慧 你才不会落入磨掌 你才不会被磨操控 你被磨操控的时候 很可能 他叫你生气 你就生气 叫你高兴 你就高兴得得意忘嫌 会失了威仪的 会让你调集 晃逸的 这一种形态 就是走魔了 所以我们 尤其出家众 更要小心 如果有波罗智慧的人 他心中就会清清楚楚 所以讲 第七点利益 讲到外道 邪论 振心不动 各位 有波罗智慧的人 你不要介绍他说 我告诉你 我现在 某一个记者 他好会演讲 他说的话 是头头是道 外道就是外道 外道 讲的道理再好 文章再好 也是邪论 是啊 他口才不错 可是呢 话中的偏差 他的邪论 如果你是有波罗智慧的人 你的心是正的 心正的人 他好比一面镜子 马上一照 就可以看出 错语对 所以讲 绝对不会被邪法手动 也不会去信那一种 那么有修波罗智慧的人 他的心是正的 心正就不会动 也不会因为一点点小利益 那就开始动 所以各位 我们要知道 听道理 是邪是正 心中有一个底 我们绝对不会受动摇 你不要骗我说 人家现在啊 某某什么什么什么 在内 他们讲演的时候 有几千人在听 各位 你不要羡慕人家 他虽然讲的话 不是正法 可是他有那么多人要听 这也是他的阴言 知道吗 好人也有好办 坏人也有坏的办 人各有阴言 政治正确的人 他就会喜欢政治的 邪知邪见的 他就喜欢听那些 他才过瘾 他才会满足 所以我们都不必欣赏人家 人各有言 各有福报 福报过 你今生绝对不会动摇你的 正心 所以 我常常时常 为自己庆幸 民国 我十一年 我去出家 那时候台湾 那时候台湾佛教 还没有什么 讲经说法 红华 立身的工作 都没有 一般 就是老实修行 那一般信徒 只是去吃一顿饭 他也不会听经 也没有人讲经 那更谈不到什么 那时候呢 很多宗教 都是秘密的在传 那么秘密的在传 是非常厉害的 你不要想 看他在地下里面穿 那个可怕得很 不管哪一种宗教 秘密在传 那么很多人就很欣赏 真心恐吓的要去学习 我就会问人家 你跟谁学 是某某 那是在家还是出家 他说是在家 他是吃荤的 还是吃素的 他说他们不吃素 理想 我那时候学到什么 没有 我就知道说 那我们出家 还去拜在家人 那就颠倒嘛 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不能这样做 那我们吃素 我们吃灾 你去拜一个吃肉的人 那你对吗 我很混混不平 这一点 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要去去 我不去 我从那时候 只要那一种书 人家寄来的 有神通 有什么 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 不是我很高傲啊 我也没有神通啊 我有什么 没有啊 我只是一个责任 我就是老师 我就是讲师 我就是责任 奖金收法 给人家听 我并没有什么功夫啊 可是各位 你谈到功德 利益 我就感受到了 哎呀 我累世来啊 我真的对佛经上 也有一分的利益啊 所以我很正念 人家要邀约我 写什么 有什么 我都不会 那个书啦 什么善书啦 什么书 我一直都看不下去 甚至于 也有洋教的圣经 人家说 你讲经说法 你这个可以参考 我一直看了几行 我就看不下去啊 你说我那时候呢 也没有学到什么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 哪有这样讲经说法 所以各位 说真的 嗜邪嗜正 心中真的 不受动摇啊 这是 我们累世修来的根器啊 有定 我们自然有会 我们定会记足的话 就马上看出 他的结果出来 第八种 利益 谈到渡生死和 达涅槃案 有剥落智慧的人 什么要修 什么要行六度万恨 就是做什么 好比在造一艘船 这艘船 借过这艘船 我们可以渡过生死的河流 我们可以达到涅槃的彼岸 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所以造船 必须要很多材料组合啊 划船也必须具有力气啊 所以在 大海 密流之中 我们如何撑着这艘船 我们如何撑着这艘船 才能够渡过去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情况 你如何渡过这一条河流 要渡过这一条河流 真的要有相当的智慧节制 假如讲你遇到了事情 如果你没有电力 没有智慧 你就会害怕 所以讲 在大海茫茫之中 你遇到风浪的时候 你如何去撑过 你不要畏惧 就是翻船 船被大风大浪打翻了 你也要去找一块木头来抱走 如何来保护你渡过去 心理上都有准备啊 不是慌张啊 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有波罗智慧的人 我们在大海之中 夜风 夜浪 冲走了我们自信的明灯 你想 那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就是 一道曙光 有了曙光 我们才能够回到如来的家乡 所以修行 在家机事 也都是一样的 诵经 就是在找路走啊 你如果不受持经典 你哪会有什么利益啊 那么 第九点就谈到 以众生生起 真上悲 无量无边 云云众生 智慧各异啊 从有智慧众生身上 我们会学习到 增长悲心 如果我们遇到 那没有智慧的众生 我们内心就会想 这些众生 这么疑痴 事理分不清楚 邪症也分不清楚 那要如何去感化这一种呢 所以各位 产生拔苦之心 众生确实 有种种性 种种生 有时候我们 听众生 在讲话 有一大篇的理由 为什么 他不学佛 听起来好像很歪理 不懂得道理 可是这种人 也是怎么样 你没办法影响他 我们只有可怜他 悲心对待他 看这一种人 实在是应该度他 可是不是时候 你指点他 他很顽固啊 你提醒他 他理都不理 那么如果你遇到这种众生 各位 你不要强硬的方法 也不要说 像这种众生 就是我要度的人 我一定要花怨度他 慢慢来 不要急 该是你度的 他也是逃不掉的 等待机会 你不要强硬 所以度众生 不是每一个众生 都是我们度的啊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老师去洪华 都会邀约我 他们晚上呢 去洪华 就告诉我 带我去洪华 我傻乎乎的 我因为发愿想洪华 所以老师说要去洪华 我就好高兴 有一天 老师带我去 瑶瓷金母宫 他也没有给我讲亲词 什么叫做瑶瓷金母 他说 我说老师 今天要去哪里 瑶瓷公 我听到台地公 好好笑 我也没有再问 那我就跟他去 结果一进去那个大门 哎呀 是一个庙呢 好大的一间庙呢 那个庙呢 前面一个单池 这个单池里面呢 一片土地都是用砂土 田的 好多人就在那边跳跳跳跳 就在那边练习 操那个我们那种 当机啊 我们就在浮软的那一种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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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奇怪我们老师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 结果我们到了大殿里面一看 大殿是三宝佛 我也想不通 这个三宝佛怎么在这个场地 你看我这个正念就起来了 三宝佛怎么在跳档的地方 我也搞不清楚 那么当时我也不敢问 我问怕我老师就讲我 我也不敢问 反正来了讲就讲 所以我后来才体会到 原来这个讲经说法 我们说要如何去对积 如何去讲 像那一种 他喜欢在那边跳跳跳 你给他讲什么活法 他听得进去 而且他们的大殿还三宝佛 他怎么变成姚慈经母 我也搞不清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姚慈经母 还是有拜佛的 以佛为主的 所以很多不可说不可说的 所以我们要度人 还是要有机会 慢慢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来回向 愿意愿意赐功德 愿意赐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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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佛进度 上报事从恩 下距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果 同生极乐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